大家好,我是Stan 目前在全世界都收到很高人气的 Neprits韩剧《Talk Lurie》 该剧的内容是在讲述 一位因为高中时期遭受霸凌而退学的女主角 多年后重返校园计划复仇的故事 而最近有韩国网友爆料 自己在学生时期被《Talk Lurie》的导演霸凌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爆料的内容 当时Angelo导演是菲律宾本地学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而我们是国际学校二年级的学生 因为学校不一样 所以我们本来彼此不认识 但是有一天Angelo导演与我们班的女生交往了 因为是中学二年级的女生 跟高中三年级的男生交往 所以我们有嘲笑同班的女生 然后知道我们欺负自己女友的Angelo 就带着十多名哥哥来 只因为我们欺负了他的女友 就对我们施暴了 之后也因为Angelo的指示 我们有常常被学长们打 然后也有另外一位网友爆料 最初爆料者说的都是事实 我们当时只是用他的男友名字开玩笑而已 根据这位网友表示 当时他们用Angelo导演的名字Angelo 对他们的同班女生 也就是Angelo的女友常常开玩笑说 Angelo?不常吗? Angelo跟Angelo的韩文发音很像 对此Angelo导演对媒体表示 自己没有集体施暴的记忆 不过因为持续有很多网友爆料 施暴是真的 Angelo导演不可能不记得 就连当时的女友也对媒体表示 当时同学们没有说开玩笑 开到要被打的那种程度 希望他能反省盗窃 现在的行为跟剧中的加害者们没有两样 所以这件事情就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高中时期有人对女朋友开这种性玩笑的话 换做我也会去揍人的 霸凌的话是集体持续欺负一个人 让那个人只要看到加害者出现在电视 就会感到愤怒恐惧 但这件事情不就是学生时期的吵架吗? 为了让一个成功的人倒塌 这样集体行动 真的是感到很反感 开性玩笑的话 高中生就可以去集体揍中学生呢? 不管有没有嘲笑 有没有那种玩笑 施暴就是施暴 为什么好像是行侠张鹰一样的护航呢? 开玩笑的人也错了 打人的人也错了 少在那里护航了 这就是性骚扰啊 那是针对安导演的玩笑 所以安导演感到凶耻的话 就是性骚扰 前女友目前跟安导演已经分手了 而到现在也跟那帮人是朋友的话 她的发言能客观吗? 不管真相是什么 是交错女友了 因为她自己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 竟然还这样说话 况且这还是96年发生的事情 导演不是说了没有施暴吗? 受害者说是导演只是学长们打的 但这不也是受害者们的推测而已吗? 对于TOKRORI导演的霸凌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还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在学生时期 同学们对自己的女友开性玩笑后 去打人的话 这算是校园霸凌吗?